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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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有很多網友經常會問我 Nathalie 你是怎麼樣自己每天看起來都很有元氣呢? 其實想要讓自己的每一天充滿元氣 起床後的準備就很重要囉 每天早上起床呢 就和大家一樣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刷牙 我很注重刷牙 所以我刷牙都會刷超久的至少兩分鐘 因為牙齒的美白跟清潔 是非常重要的喔 我的肌膚不太會出油 所以腳上我通常都用清水洗臉 我會依照狀況 針對不同的區域混搭不同的面膜 比如額頭呢 我會敷屏幕宣言的粉美肌面膜 它可以消除暗沉 那鼻子的部分 我會敷上泥娃娃的活性碳面膜 它可以去除粉刺 容易乾燥的臉頰呢 我就會敷一隱而進面膜 它可以讓雙頰瞬間的補睡 塗上去後就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囉 我每天早上一定要喝咖啡 因為咖啡因可以提振精神 喚醒肌膚活力 是我一天的活力中藥來源 你看眼睛打開了 超有趣了吧 OK 現在差不多過了十分鐘了 我現在要把面膜洗掉囉 我覺得我現在臉就像喝飽了水 每個區域的問題都解決了 肌膚感覺變亮了 摸起來也變細滑了 早上我喜歡吃得很豐富 這樣我一天的心情就會很好 那我一定會吃一到兩樣的水果 柑橘類還有豐富的維他命C 對女生的肌膚很好 紅辛巴勒呢能夠幫助消化 搭配麥片還有優格 感覺充滿活力跟健康 OK 接下來我要開始簡單的保養與化妝囉 和吃東西一樣 我喜歡使用天然成分的保養品 首先我會使用元氣十足的亮膚技能水 也就是化妝水啦 超喜歡噴霧的設計 噴一噴就好了 然後我會加強眼部的保養 稍微按摩一下 可以消除雙眼的浮腫 讓眼睛很舒服 但是注意要用點按的方式喔 以免拉扯到眼周喔 接著呢我會用亮膚水凝乳 它主要的功效就是保濕 很清爽很適合夏天使用 最特別的是裡面含有咖啡因和人參的成分 它能夠喚醒我的肌膚 讓肌膚維持健康活力 味道聞起來很舒服喔 接著保養完成後呢 我會使用現在最紅的屏幕宣言素顏霜 因為現在台灣的夏天很熱 不想用太厚重的底妝 這支素顏霜呢 它是無油成分的喔 而且很保濕 防曬系數呢是SPF35 PA++++ 塗上去後呢會感覺肌膚很清爽 不會悶悶的 而且肌膚看起來會很有光澤 感覺氣色很好喔 夏天我喜歡簡單的輕裸妝 所以就簡單的畫一下眉毛跟唇 這樣就完成囉 以上呢就是我每天早上都會做的事啦 開啟我元氣的一天 以及我如何使用屏幕宣言元氣十足系列來做保養 它讓我的肌膚看起來有保濕感 又有光澤 那最新的素顏霜呢 上妝非常的簡單 它感覺很清爽又沒有負擔 最適合夏天囉 每天出門前很快就可以完成 希望能夠帶給你們一些幫助囉 OK 那我現在要出門了 掰掰